20世纪70年代,天文学家发现我们的银河系正在移动 流浪的银河系,那就有很多人要问我们这是要去哪 我们被巨大的无形力量吸引着,朝着某个地方移动,但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最终目的地被回避区所遮蔽,这是一个被银河系盘中的气体和尘埃遮挡的天空区域 就像一座微小的法子在五月的夜晚飘浮在广乎的海洋中 我们被卷入了洋流,朝着不知名的方向前进 当然,我们并不孤单,不只是银河系在运动,我们所有的邻居都在运动 两位天文学家阿尔·布伦特·塔利和J·里查德·费希尔 在使用澳大利亚的帕克斯射电望远镜对遥远的星系进行调查 试图用微波的观测来重建他们的运动 与此同时,多个天文学家团队也在观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这是宇宙大爆炸初期遗留下来的辐射语 这两个小组都发现了这种巨带的宇宙流动的第一个迹象 塔利和费希尔绘制的星系似乎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心 他们重建的速度大致指向了这个方向 至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其在天空中的温度揭示了一种偏差 在一个方向略热,而在另一个方向略了 逃利到太阳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运动 可以消除大部分这种差异 但在减去这些差异后 仍然存在残余相对于终极宇宙参考系不明来源的运动 其速度高达数百公里每秒 银河系和我们附近宇宙区域的所有其他星系 似乎都被吸引到一个特定的点 宇宙中的一个特定位置 就像被巨大的无形链条束缚着 延伸了数千万光年 我们看不见它,无法绘制它 也无法弄清楚它是什么 几十年来,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简单地给它命名 大吸引子 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员 一个持续的引力绘绘点 宇宙中一个单一的点 不断地拉扯着周围的一切 我们的银河系以及其他数千的星系 这些数千亿颗恒星和无数个行星的家园 被大吸引地吸引 就像一只具无助的飞蛾 奋不顾身地扑向火焰 无论这看起来多么奇怪 但在宇宙中并不是一种不寻常的情况 因为宇宙远非静态 宇宙中的每一个物体 都处于一种不安定的运动状态 从地球绕太阳的轨道 到太阳在银河系中的飘移 到银河系像大吸引子的吉尺 甚至可以说 在整个可观宇宙尺度之下 这只不过是微小的冰山一角 巨大的宇宙结构和运动 使我们见过的任何东西都相形见出 可以说 没有什么是不动的 一切都在前进 问题是 去哪里 我们的宇宙 由运动定义 科学史的一种描述方式 就是我们对宇宙躁动不安的认识 不断加深 数千年来 欧洲和中东那些聪明的科学家 都相信地球是完全静止的 其他天体都围绕着它旋转 这些早期天文学家 忙于解释和预测其他物体的运动 比如太阳 月亮 以及每一颗已知的行星和恒星 出乎预料地势 它们的预测效果竟然出奇地好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 只能说 它们的运动宇宙学系统并不完美 有瑕疵 它们却看见了宇宙结构下的 某只非常微小的系统 1543年 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斯 戈白尼在他的临终床上 出版了《天体运行论》 这是一次对旧系统的彻底改革 将太阳置于宇宙的中心 不过 仍然是静止的 只是地球和所有其他行星 都围绕它运动 这一次的科学改革不可谓不震撼 一方面 这是一次对宇宙的大胆重塑 另一方面 太阳中心说 依旧一样混马 最重要的是 它还引用了许多问题 首先 如果地球在运动 我们怎么能知道呢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 知道我们在地球表面运动 当我们跑步时 我们可以感觉到风一面吹来 或者看着远处的目标越来越近 那么 在我们绕太阳公转时 为什么我们不会感到一阵强风呢 或者为什么 我们不会因为惊人旋转 而被甩到太空的虚空中呢 这些问题 都要等到几个世纪的科学发展 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形成 才使人们豁然开朗 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到地球的运动 是因为我们和地球一起在运动 而虚空的太空 就是真空 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推挤 并暴露这种运动 但是我们如何保证 地球真的在运动呢 有没有一个标准参考呢 事实上 牛顿假设过这样的标准存在 即存在一个固定的宇宙参考系 可以从中测量所有的运动 在构建相对认时 爱因斯坦摒弃了固定 普遍的尺子概念 我们可以在其中探得运动 相反 所有的惯性运动都是相对的 衡量你运动的唯一方法是参考其他东西 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 相对论的其他部分也随着开花 时空的结构 质量和能量的等价性 以及光复的限制 这一切都是如此 想象一下 你驾驶着一艘无动力的火箭飞船在航行 遇到对面而来的飞船时 你们都在一个惯性参考系中 以固定的速度运动 当你们擦肩而过时 你觉得你在运动 而他们则停留在原地 在相对论中 他们同样也觉得他们在运动 你才是那个静止不动的人 这两个观点都是有效的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可以知道地球在旋转 因为科里奥利利扭曲了气流 形成了飓风和台风 即使我们的天空完全空白 没有一颗星星可见 除了我们面前的东西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测量 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地球的旋转运动 但是地球在更大宇宙中的运动 则是另一回事 为此 我们需要确定一些其他的参考系 一些其他的尺度来测量 否则 我们可以合理地声称 就像宇宙中的任何其他物体一样 我们是静止的 而宇宙的其他部分 行星 恒星和星系都在我们周围运动 值得庆幸的是 宇宙本身给了我们需要的工具 诀窍在于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静态的宇宙中 而是一个膨胀的宇宙 宇宙每天都在变化 未来它会更大 这时我们可以写下一个首显的参考系 这个首显的参考系 是随着宇宙膨胀的参考系 使我们能够相对于它测量运动 换句话说 在大实度上 宇宙正在膨胀 平均而言 星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远 然后 我们可以在这种普遍膨胀的基础上定义运动 任何偏离宇宙普遍向外流动的东西 都是特殊的和独特的 在宇宙学的术语中 这被称为特殊速度 这些速度可以从几百到几千公里每秒不等 由于这个数学工具 宇宙学家可以开始理解地球的神转 我们行星绕太阳的轨道 太阳系在银河系的运动 以及银河系在更广阔宇宙中的作用 因此 即使你整天躺在床上没有蘑菇窝 你也会移动一段不可思议的距离 首先是地球的自转 根据你在地球上的位置 你的速度能高达每小时1600公里 除非你在地理极点上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两极和赤道之间 中纬度地区的人类来说 典型的日常速度约为每小时1000公里 根据一个典型的人类寿命 约为80年 即70万小时 就能得出由于地球自转 而产生约10亿公里的终身运动 但地球又以平均每秒30公里的速度 围绕太阳公转 在你的一生中 加起来大约是800亿公里的总运动 当然大部分是在一个粗略的圆圈中 所以它不像你正在去的某个地方 地球的轨道并不是我们运动的终点 太阳以及所有的行星 小行星 彗星和太阳系的其他居民 都在银河系中运动 大部分的运动 是围绕银河系中心的简单轨道 完成一次旋转需要2.3亿年 在这段时间里 太阳的平均速度约为每秒230公里 有趣的是 这个数字也是银河系中存在暗物质的有力证据 因为当我们加上所有位于太阳轨道内发光物体的质量 甚至包括对所有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的 恒星核集团的大量容差 依然没有足够的物质来保持太阳的稳定轨道 如果没有额外的质量来源 以太阳目前的运行速度 其实早在数十亿年前 它就被银河系甩出去了 但太阳仍然在这里 仍然在轨道上运行 被某种看不见的物质束缚在银河系中 它为银河系增加了重量 将一切都粘合在一起 除了围绕中心的轨道之外 太阳还像一个黑暗海洋中的浮标一样 懒洋洋的上下起伏 这是其所有邻居的 不稳定引力影响的副产品 经过数百万年的时间 太阳上升到银河平面之上数千光年 然后穿过它 达到最低点 并重新开始循环 目前 太阳正在穿过一个被称为本地炮的区域 这是一个由数百万年前 发生了一次超新星爆炸 吹出的星际界质空洞 炮的密度不到银河系平均密度的十分之一 这已经足够低 在地球上的实验室中 会被记录为真空 我们的太阳系在五百万到一千万年前 进入这个气泡 穿越其一千光年的广度 需要数百万年 但这远不是结束 因为在宇宙膨胀的背景下 我们的星系也在移动 它正朝着我们最近的邻居前进 数十一年后 我们的天空将变得无法识别 月亮那时可能早已溜至大际 太阳会更大 更明亮 所有熟悉的星座都会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我们太阳系邻居的新一代恒星 在那个夜空中 一个独特的天体 鼓炸凹头 比任何星云 恒星或行星都更宏伟 仙女座星系 仙女座很大 但并不明显 在天空中占据的面积 和拳头伸直时一样大 而在25亿年内 仙女座会主宰我们的夜晚 几乎完全填满天空 它看起来 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知的仙女座 在遥远的未来 它变得巨大而扭曲 它以前简单的形状 会被巨大的引力扭曲 它开始与银河系纠缠在一起 在之后的十一年里 天空中的仙女座 会被巨大的恒星点燃 两个星系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 将引发一纹 比现在狂暴一千倍的 新一纹恒星星长 不过 这是在数十一年之后 很久之后的事情 我们的太阳已经停止了呼吸 仙女座和银河系合并结束 新星系的核心 将在天空中 发出幽灵般的光芒 比任何其他夜间物体都更亮 一颗又一颗巨大的恒星将死去 以超新星能量的闪光 退出宇宙舞台 如果我们的星球 能在这场爆发中幸存下来 虽然可以说 几率几乎为零 我们蜷缩在太阳白矮星微弱的光芒中 看到我们的天空慢慢变暗 首先变成红色 然后随着最后可见的恒星消失 变成黑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埃德温·哈勃 有了令人惊叹的发现 仙女座星云 仙女座星云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岛屿宇宙 是一个完整的星系 距离我们惊人的250万光年 是天文学家假设距离最远的物体的十倍以上 但是测量仙女座的速度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仙女座太大了 用望远镜为它进行观察 只能显示一小部分 并且速度测量差异很大 直到1957年 荷兰天文学家亨德里克·C.范德胡斯特 最终才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数字 他检查了中性氢发出的微弱辐射 即所谓的二十亿厘米辐射 通过仔细的无线电测量 然后建立起粗略地图 并检查其光谱中的偏移情况 相对于预期波长的红移 表明远离我们运动 而蓝仪则表明朝着我们运动 通过这种方法 范德胡斯特得出了 平均速度为每鸟负296公里 不确定度约为10公里 这清楚地表明 仙女座正在向我们移动 该测量不仅包括我们星系的运动 还包括太阳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运动 为了得到真正的银河系运动 必须减去这一点 这个数字正好是每鸟100公里左右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数字 就可以自由审则参考系了 我们可以说银河系是禁止的 仙女座正在向我们冲来 或者说银河系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它冲去 在尊重宇宙膨胀的参考系中 我们的两个星系实际上都在朝着对方移动 朝着一个共同的隐秘中心前进 不过 朝我们运动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会相照 天文学家通常只能测量星系的镜像运动 积极速度指向我们或远离我们的分量 横向或侧向运动一般很难测量 直到2012年 由Sanmo Tony Song领导的天文学家团队 使用哈勃太空望远镜测量了仙女座内数千颗恒星的速度 我们才第一次清晰地了解了它的真实三维路径 然后我们才意识到 我们真的在一条碰撞的轨道上 乐趣将在短的21年后开始 随着我们的星系越来越近 它们巨大的引力相互作用将开始扭曲和重塑它们 与控制地球上潮汐的物理学相同 每个星系中最近的部分会收到最强的引力 而相反侧面部分收到的引力是最弱的 这产生了潮汐力会拉伸每个星系 有时整个悬壁会从星系中分离出来 造成一种被称为潮汐尾的现象 这是一条由恒星组成长达数万光年的延伸 在星系之间经常会形成一个 由气体和恒星组成的桥梁 就好像星系在互相接触一样 核壁事件最终发生是在大约50亿年后 它不会像汽车突然碰撞一样 其实每个星系的大部分体积 都是几乎空旷的空间 只包含少量分散在恒星之间的等比子体 虽然气体本身缠绕在一起 形成冲击波和复杂的扰动波 但恒星本身会像两群蜜蜂一样彼此掠过 但这并不意味着恒星就不会受到伤害 在星系合并的过程中 恒星彼此靠得太近会扰乱他们的轨道 简而言之一切都会变得混乱 银河盘的平面会被复杂的重叠轨道所取代 大多数恒星会幸存下来 有些则会偏离原本的轨道在宇宙中流浪 第一次合并过程需要超过一亿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并且会在之后的几亿年内重复几次 每次碰撞 相互作用和奋力的循环都变得越来越短 每一次这样的相互作用都会导致新一轮的恒星形成 气体压缩和碎片化 在其高峰期 合并星系中的恒星形成过程 可能达到其目前速率的一千倍以上 因此在短暂的一刻 它如烟花般美丽 合并的星系装饰着数百万颗星生恒星 耀眼的白色和蓝色 那是碰撞所产生的能量释放 随后悲剧的结局来临 星系具有有限的天然气供应 可以转化为新一代的恒星 如果任其自生自灭 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 可以稳定地挫引其储备超过一千亿年 但碰撞的行为燃烧得太热 在激烈的恒星形成过程中 会迅速消耗储备库 一旦这些恒星灭亡 之后几乎没有东西 可以形成新的恒星 银河系中剩下的恒星 只有长寿的矮星 它们又小又爱又红 合并后的星系 一些天文学家称之为Milkameda 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 一个巨大红色软型的星系 这里无法新生大量的恒星 注定只能看着恒星家族成员 一个接着一个暗淡下去 当然这一切都是假设的 是我们对这个巨大事件的 最佳推理猜测 最近的一些模拟还表明 这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或者要80亿年后才会发生 以老鼠星系为例 这是一对相互作用的星系 距离我们2.9亿光年 之所以这样命名 是因为它们长长的潮汐尾 看起来像两只依偎在一起的老鼠 这两个星系刚刚开始合并过程 和随之而来的引力扭曲 2023年 天文学家使用微博太空望远镜 观测了ARP 220 这是一对正在合并过程中的星系 距离我们2.5亿光年 这次合并引发了一轮星生恒星形成 以至于这个星系 现在比银河系量了100多倍 星生恒星已经停止形成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恒星的余晖 在整个宇宙中 天文学家看到无数星系 都在各种阶段和相互作用中被捕获 有些星系正面碰撞 有些只是擦肩而顾 有时它们是垂直的 有时它们的悬臂互相撞击 有时多个星系被卷入了一场 引力统治的斗争 因此星系合并的过程 在数十亿年前就开始了 甚至在星系本身出现之前 银河系的旅程并不以与仙女座的合并而结束 我们穿越宇宙的运动远未结束 而且它正朝着我们 几乎无法理解的方向前进 有时数学可以成为一个水晶球 让细心的观察者透过遥远的时空 有时这个水晶球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一个与现代宇宙学相去甚远的时间和空间中 这就要提到法国数学家加斯卡尔蒙日 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 相反 作为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海军部长 他对解决运输商品的优化问题更感兴趣 几十年后 伟大的先驱安德烈、玛丽、安培 采用了蒙日的计算并对其进行了扩展 产生了这样一个方程 自此在各种经济环境中得到了应用 例如计算在矿山和工厂之间移动资源的最有效方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苏联数学家列昂尼德 坦托罗维奇将蒙日和安培的方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扩展并将其应用于苏联战争机器面临的棘手后勤问题 最终 加拿大裔美国宇宙学家吉姆皮布尔斯 在20世纪70年代意识到 这样的方程似乎可以用来描述质量 在星系组装和形成中的高效运动 尽管在他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研究初期 宇宙学并没有被广泛认为是一个严肃的研究领域 我们知道宇宙正在膨胀 大爆炸虽然能预测现在 但是可用的观测数据太少 以至于大多数天文学家认为 这个领域是一个没有未来 没有前途的死糊涂 相反 吉姆坚持并开创了现代物理宇宙学的 几乎所有方面 从结构的增长到大爆炸的最早时刻 于是 在2019年 还赢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为了完成这个循环 另外两位天文学家 法国的罗亚 穆哈耶 和俄罗斯的安德烈 索伯列夫斯基 跟上了吉姆的脚步 最终将所谓的盟日 安排坎托罗维奇 Mont Empire Konturevich 方程变成了一个宇宙血水晶球 他们发现 他们可以将星系的当前位置 与他们速度的有限信息相结合 将这些星系运送回过去 这种方法背后的诀窍 是我们知道 星系是如何运动的 它们受到相互隐秘的影响 我们又知道隐蔽是如何工作的 因此 这种技术允许宇宙学家 获取星系集合的当前状态 并计算他们过去的状态和位置 这虽然不是一种完美的方法 每次向后移动都会引入 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方法无法一直回溯到大爆炸 但它确实有效 使用这种方法 布伦特·塔利及其合作者 发布了不断更新的目录 成为Cosmic Flows 这些目录 绘制了数万个银河系周围的星系 以及它们数十亿年前的位置 该信息使它和它的同事 能够通过宇宙时间 重建星系的运动 不仅回到过去 还能进入未来 使它们能够预测银河系的去向 正是通过这种技术 结合强烈的细心的观察和数学方程 我们才能最终理解 大吸引者的形状和影响 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最终命运 宇宙的膨胀 使我们能够构建一个首选的参考系 从中我们可以判断所有的运动 它相对于一般膨胀流的运动 我们可以创建附近星系的详细速度图 以试图确定这种流动 这是一项费力且容易出错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 宇宙本身给了我们这个宇宙 参考系的快照 对大吸引子存在的确认 不是来自对本地星系的映射 而是来自整个宇宙的终极光源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CMB我们之前讲的很多东西 都与它有关 它切实对人类认识宇宙 提供了无法比拟的作用 当宇宙大约38万岁时 从一个炽热密集的等粒子体 转变为一个稍微不那么炽热 但中性气体的时候 像宇宙中注入了辐射 产生了CMB 这种辐射具有两个非常有用的特性 首先它无处不在 宇宙中每一粒方厘米的空间 都参与了CMB的创造 而CMB的形成相对短暂 大约一万年 因此 CMB是宇宙中绝大多数光子的来源 我们可以在天空上的所有方向看到它 无论你在宇宙中的任何地方 你总是可以看到CMB 其次 CMB几乎完全均匀 温度偏差不超过百万分之一 反映了早期宇宙的近乎纯净的同质性 这意味着 我们四面八方都被几乎完全平滑的辐射包围着 这些辐射是在遥远过去的一个瞬间产生的 它是宇宙学参考系的直接测量快照 相对于该矿载的宇宙中的任何运动 都会扭曲我们对CMB的图像 它会在我们的运动方向上出现蓝仪 或者在我们的运动方向上出现红仪 这正是我们观察到的 CMB在室子座方向比在水平座方向热约0.0035卡尔文 解释这种温差称为偶极子 的唯一方法是相对于CMB框架的运动 以及宇宙学框架 为了获得测量的偏移 我们的速度必须在每秒 600公里左右 当然其中一部分速度 是由于太阳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轨道 一部分是由于我们与仙女座 不可避免的碰撞 但即使减去这一点 仍然有大约300公里的残余速度 考虑到太阳的轨道 和银河系的合并路径 这个运动的方向 正好是朝着大溪影子 我们宇宙的宏伟结构 是要数十一年不屑的运动构建而成的 银河系开始很小 只有几千颗恒星聚集在飞岸中 它由运动而生 通过联系的合并聚集到现在的状态 同样的故事 在可见宇宙中上演了数万亿次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星系 这是等级结构形成的故事 我们的宇宙 就像一座高耸的乐高杰作 一块砖一块砖地建造而成 我们把宇宙的结构层次分为 星系 星系群 星团和超星团 随着结构层次而来的是运动层次 星系从过去的无数次合并中组装而成 星系群 比如包含银河系 仙女座 三角形和一群较小的矮星系的 本星系群 流入在坍缩和合并的过程中 大约一千亿年后 银河系和仙女座相遇 本星系群的其他成员 将与他们一起坍缩 形成一个单一的超星系 星系群 如本星系群也在运动 沿着宇宙的广袤空间 向他们当地的引力 吸引中心 星系群前进 离我们最近的星系团 是世女座星系团 它是数千的星系的家园 并且正在吸引数万的星系 向它靠近 除了银河系 向仙女座的运动之外 作为一个群体 我们也正在向世女座坠落 这个过程 是在大爆炸的最早时刻开始的 直到几十亿年前 才开始加速 随着世女座等星系团的增长 他们对周围环境 产生了更大的引力影响 将更多的物质拉向他们 增加了他们的质量 增加了他们的引力 很久以前 新生的世女座星系团 开始微弱地拉动本星系群 随着星系团的增长 这种温柔的拉动 变成了巨大的力量 这种通过引力的增长 并不止于星系团的规模 星系团是宇宙中 最大的引力 束缚结构 他们形成 完成 只是追寻简单的渴望 但是 星系团本身 参与了另一个层次的增长 这个层次 还没有完全结束 超星团的构建 超星团在天文上 一直有一个松散的定义 通常指任何 比星团更大尺度上 大致类似于连贯结构的东西 早在1863年 天文学家威廉和约翰 赫歇尔就注意到 视女座方向的星云数量过多 20世纪50年代 天文学家热拉尔 福克留斯 初步确定了 这种过多的星系 是一种不利的结构 称之为本超星系 后来改名为本超星系团 但由于超星团 尚未完全组装 因此 他们没有异于定义的限制 或边界 最初 天文学家认为 视女座星团 位于本超星团的中心 虽然视女座超星团 这个称呼令人困惑 且缺乏创意 这是一个 大约有100个星系群 和丹德星团的粗略集合 跨越一亿光年的宽度 从2014年开始 布伦特 塔利 也是首先发现 大吸引自起源的他 与合作者埃伦 库尔托瓦 耶胡达 霍夫曼 和丹尼尔 波马雷德一起 提出了一个新的超星团定义 这个定义 不是基于空间范围 而是基于运动 他们采用了蒙日 安培 坎托罗维奇重建技术 使他们的星系调查 焕发活力 将他们 从静态的现代宇宙快照 转变为活生生的实体 观察到我们附近 这数万的星系来自何处 以及它们要去向何处 正是这些星系的运动 揭示了我们本地超星团的真实范围 原来我们认为的超星团 只是一个分居 是一个更大集合的一个分居 这个实体被塔利和合作者命名为拉尼亚凯亚 以德夏威伊语 那却翻译为广阔的天空 或开放的天空 银河系属于本星系群 我们都在朝着一个共同的中心运动 最终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单一星系 本星系群属于我们超星团的室女座分居 因为我们都朝着室女座星团前进 室女座超星系分支又属于拉尼亚凯亚 因为我们都在朝着拉尼亚凯亚的中心前进 总共有十万的星系 跨越五亿多光年的长度 聚集在四的独立的分支上 每个分支增都朝着一个目的地前进 拉尼亚凯亚的星藏 部分宇宙的本地吸引中心 这是一个始于数十亿年前 将花费数千亿年 才能完成的建筑过程的最终组点 这一切的中心 大吸引子 当然这并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我们对大吸引子的描述 其实是不清晰的 因为它位于回避区 这是宇宙中被我们自己星系的尘埃 所遮蔽的方向 但是一些波长的光 可以穿透这些尘埃 用无线电 红外线和X射线进行的调查 向我们展示了面纱之后的景象 以及大吸引子区域内 可能存在的东西 据我们所知 拉尼亚凯亚的核心 其十万的星系 大清洗的焦点 是诺尔玛星系团 以我们必须窥视 才能看到的星座命名 它比典型的星系团大几倍 距离我们约2.2亿光年 因此 即使以每秒100多公里的速度 我们前往诺尔玛星系团的旅程 也需要超过1000亿年 诺尔玛开始 就像其他星系团一样 是无数合并和无情的引力 吸引的结果 只不过 它恰好位于一个巨大引力井的底部 就是这个宇宙区域的唯一吸引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 诺尔玛只会变得更加巨大 继续收集更多的物质 但是 最近再次通过使用蒙日 安培坎托罗维奇重建技术发现 诺尔玛星系团 并不是我们旅程的终点 尽管我们对诺尔玛的了解是模糊的 但它对于我们这个宇宙区域来说 似乎有点太小了 即使加上暗物质的贡献 诺尔玛的引力也不足以解释 我们向大吸引子移动的速度 换句话说 大吸引子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大 似乎还有一个额外的吸引员 坐在诺尔玛星系团邓远的地方 因为诺尔玛似乎也在运动 一个比大吸引子更大 更伟大的实体 距离6.5亿光年远 这个结构 最早由哈佛大学天文台的哈洛 沙普利于1930年观测到 它只能模糊地 感知到一个遥远的星云 但我们现在知道 它是一个超新系团 是拉尼亚凯亚最近的邻居 而且据我们所知 它是一个比我们超新系团 还要大的超新系团 夏普利超新系团的惊人质量 正在影响周围 数以光年的每个星系 每个星系群和每个星团 如果我们给宇宙足够的时间 让所有这些运动继续不减 那么拉尼亚凯亚 最终将转变为 一个单一的紧凑物体 一个比目前 位于其中心的诺尔玛星团 大得多的版本 而这个物体最终会变成 类似沙普利超新团中心的物体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 甚至隐藏着 更大识度的运动迹象 2008年 NASA天文学家亚历山大 卡什林斯基在CMB中 观察到了一种微妙的信号 这种信号被称为 运动型孙亚耶夫 索尔多维奇效应 是当CMB的光线 在到达我们之前 穿过星系团时 留下的微小印记 通过比较天空 不同区域的这些信号 卡什林斯基发现 似乎存在某个巨大的星系团 留下我们天空中 位于半人满座 和船帆座之间的某个区域 卡什林斯基把这种现象 命名为暗流 它的速度在每秒600到1000公里之间 比我们像大溪因子运动的速度 还要快 并且这种运动 影响了宇宙中 很大一部分星系团 关于暗流的有趣之处在于 宇宙中的密度差异 不足以解释它的速度 任何一块宇宙区域 聚集的物质 都不足以解释 如此大规模 统一的运动 虽然科学家们还在研究这个问题 但欧洲航天局的普朗克卫星 在2013年并没有发现暗流的证据 因此争论仍在继续 无论暗流 是否是我们宇宙的真实特征 宇宙远古时代的回升 仍然存在 当宇宙只有几百几千岁时 它比现在小了一百万倍以上 宇宙中的所有物质 都被压缩成一种视乳 稠密的等力子体 就像任何等力子体一样 声波在等力子体中碰撞和回响 密度波来回涌动 这些声波有一个名字 重子声波 当宇宙膨胀和冷却时 它从等力子体 转变为中性气体 就在那一刻 重子声波被冻结在原地 困在等力子体消散时的位置和状态 这些震荡 以微小的密度波动形式 持续存在 形成了一系列 比周围环境密度 略高的重叠峭层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积累了 比平均水平更多的物质 并在数一年后 形成了比平均水平更多的星系 如今 宇宙学家通过对星系的 大规模调查汇职 声波震荡的印记 并用它们来测试 宇宙历史模型 2023年 布伦特 塔利 库兰 霍勒特和丹尼尔 波马雷德发现 许多附近的星系团 星系壁和其他宇宙网 结构排列成翘状 这个壳的半径 超过四亿光年 包括斯隆长城 北方长城和五仙座 复合体等元素 所有这些都是以幕夫 做超新系团为中心 它们本身就是巨大的尸体 塔利和他的合作者认为 这个结构是一个单独的重子声波 是宇宙混沌 等离子体回声的残余 至今仍在传播 它们给它起了一个 非常合适的名字 Holy Lana 取自夏威夷 创世颂 控物力波中的一段 Holyi Kalana Akapuuli 大句意思是 从深邃的黑暗中 传来觉醒的低语 最后 远古时代的回声 并不是宇宙中 唯一的作用力 我们不断受到引力的拉扯 仙女座的引力 视女座星系的引力 大吸引子的引力 夏普利超星系的引力 Holy Lana的引力 除了吸引力之外 还有赤力 这些不是吸引力的来源 而是排斥力的来源 我们已知的宇宙中 所有物质的总和 包括我们所能观测到的银河系 和更远的地方 仍然不足以完全解释 银河系的运动 似乎还有其他东西 在与夏普利超星系相反的方向 是我们尚未完全绘制或理解的东西 这是一个巨大的空洞 一个广阔的虚无空间 是支配宇宙体积的许多空洞之一 这个空洞被命名为 偶机子排斥体 我们目前还不了解它的形状 大小或尺寸 我们只知道 它似乎参与了定义 大尺度宇宙生命的伟大运动 这里重要的是要意识到 这些巨大的空洞不仅仅是排斥物质 它们主动将边缘的星系推开 尽管它们空无一物 但它们充满了暗能量 最终 空洞的排斥力将使宇宙始终倒转 解开宇宙网 并阻止我们到达大星影子 这可能是爱因斯坦 唯一一次不信任自己的数学 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 他凭借想象力和洞察力而闻名 这些都基于对物理宇宙 和实现其想法所需数学的深刻理解 事实上 在短短一年内 他创立了狭义相对论 发现了量子力学的基础原理 并最终证明了原子的存在 在1917年 爱因斯坦自己挖的坑 不得不自己来填 他刚刚发展了广义相对论 并找到了许多应用 因此 他决定使用他新发现的方程 来描述整个宇宙 毕竟 引力是唯一一种 在大尺度上 作用于所有物体的力 因此广义相对论的语言 应该足以描述 宇宙的演化 而他的发现 让他都感到惊讶 他的方程 自然预测了一个动态的宇宙 一个总是运动的宇宙 其中所有物体 在大尺度上 都在一起 坍缩或彼此远离 这与当时的传统相悖 虽然行星可能会绕行 恒星可能会四处移动 但大尺度的宇宙 是固定和静态的 永恒不变 因此 出于某种原因 爱因斯坦不想破坏既定的秩序 于是 他给这个系统 打了一个大大的补丁 就是宇宙长寿 这个方程 不会破坏系统本身 在太阳系中 也不会影响任何测量 在大尺度上 它起到稳定宇宙的作用 克服宇宙中 物体运动的自然趋势 不幸的是 几年后 埃德温哈勃 发现了宇宙的膨胀 我想 此时爱因斯坦的内心 不半是五味杂陈 虽说他并未 在公开场合 对这个康有解释 不过 私下里总会觉得 这个失误 对自己来说 还是有些影响的 尽管爱因斯坦感到遗憾 但宇宙常数 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 虽然解释任何宇宙学 观测都不需要它 但也没有必要完全将其踢出去 伟大的苏联天体 物理学家雅科夫 泽尔多维奇 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 他将宇宙常数 等同于时空的真空能 只是同一个 基本概念的 两种不同表达 1998年 天文学家意识到 宇宙的膨胀 正在加速 最有可能导致 这种神秘加速膨胀的 罪魁祸首 是什么 或许就是时空的真空能 因此 在短短几周内 世界各地的宇宙学家 翻出了他们的历史书 重新算起了宇宙常数 这个方程中 小小的无辜术语 可能正在撕裂宇宙 本星系群 是女座星系团 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它们都是一个原子 一个原子 星系的星系构建起来的 它们花了数十亿年 缓慢而稳定的运动 才达到现在的惊人状况 虽然宇宙的其他部分 可能不断变大 星系也随着暗流 轻轻飘走 但拉尼亚凯亚的星系 应该永远能够撑住为家 直到暗能量 费中打破平衡 51年前 宇宙的膨胀 吸射了所有的物质 直到一种新的力量 局逐胜出 这种力量一直存在 隐藏在阴影中 是时空本身的组成部分 但是它很弱 所以它只能充当背景 满足于让辐射和物质的力量 主导宇宙的演化 就像路过的甲乙饼 直到它的舞台 它的时间到来 这时 人们最大的疑惑 就是暗能量是什么 确实没有人明白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只知道它在做什么 它正在导致 宇宙的膨胀枷锁 它的影响也在不断增长 随着宇宙的膨胀 它的物质含量 变得越来越分散 但同样的膨胀 创造了更多的暗能量 无论它是什么 它似乎与时空的真空能量有关 如果你有一个完全空的盒子 没有任何物质和辐射 剩下的只有真空 但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 真空是活的 是一个翻滚 沸腾的海洋 其中的基本粒子 在不断地进出 赋予真空一种独特的能量 暗能量似乎是这种 真空能量的一种表现 随着宇宙的膨胀 会有更多的空间 更多的真空 因此会有更多的暗能量 50亿年前是一个转折点 当时物质的密度 首次低于暗能量的密度 从那时起 情况变得更糟了 在当前时代 暗能量约占宇宙 所有物质的70% 未来将是90% 然后是99% 然后更多 随着宇宙的不断膨胀 它会自我构建 而这种膨胀的加速 只会推动更多暗能量的产生 这是一个似乎没有尽头 没有减速迹象的过程 暗能量不会让宇宙停止运动 它已经开始在空洞中 进行解构过程 根据定义 空洞几乎完全没有物质 只有偶尔希伯的电力气丝 或小型矮星系 它们几乎完全是纯真空 这意味着 它们充满了暗能量 并被这种暗力的排斥效应 驱使膨胀 空洞是宇宙中加速膨胀发生的精确对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 空洞却会变得更大 并合并将边缘的星系 彼此推开的速度 比它们的引力吸引力 将它们聚集在一起的速度更快 只有那些已经通过引力结合的物体 才能在不断增长的黑暗中兴奋下来 这意味着我们的本星系群会兴存下来 尽管它的个体成员 星系会合并而发生变化 这也意味着像是女座这样的星系团 也会兴存下来 成为数千个星系的避风港 但是超星系团就不那么容易了 纳尼尔凯亚 夏普利和所有其他数百万个 扭曲和蜿蜒 形成宇宙 王主干的超星系团 都没有足够维持它们的凝聚力 已经太晚了 最后 我们永远也无法完成我们的旅程 银河系会与仙女座 一起走上悲惨的道路 但本星系群 永远不会到达 视女座星系的怀抱 更不用说大星影子 或其他任何东西了 数十一年后 我们向大星影子的空间之旅会减速 停举 然后反转 在数千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会看到那些遥远的星系团 和星系变暗 消失 最终划过我们的宇宙世界 被暗能量驱动的加速 膨胀所吞噬 经过足够长的时间 数万亿年后 曾经是本星系群的超星 气被孤立 漂浮在一片虚无之中 因为其他所有星系都消失了 即使到了那时 我们的运动也不会停止 未来星系内部的引力相互作用 将导致恒星肥肌散开 一旦它们脱离它的拥抱 它们也会被加速膨胀所吞噬 仿佛它们从未在那里一样 一个接一个 我们的星系最终会衰落 同样的命运 适用于每个宏观物体 数千一年后 每个个体 无论是恒星的死亡残骸 还是行星的冰冻外壳 都完全彻底地 与宇宙中的其他一切隔绝 被超光速膨胀的 巨大红沟所隔开 最终 广和的宇宙中将什么都不剩 没有外部参照系 没有恒星可以用完横梁运动 没有暗流可以比较 没有其他吸引力或排斥力 只有宇宙微波背景浮射的 微弱光芒陪伴 宇宙剩下的部分 将最终停止运动